欢迎收看地球黄金线 带你揭开最关键的数字真相 1.618是黄金比例的完美数字 而今天我们要看的关键密码是加息竞争力 让自己更有竞争力 现在整形竟然变成了是一种绝招 我们像是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 他为了要树立自己的这个威信 竟然传出他曾经六次整形 只为了长得更像他的爷爷金日成 所以其实在全世界非常多的领导人 也都传出曾经有整形过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台湾的企业 现在外贸协会其实也不少 根据人力网站的最新调查 很多民众都希望透过整形 让自己在工作的时候更有竞争力 有高达将近9成2的人认为说 外形如果说比较出色的话 其实有助于在找工作方面 而另外6成6曾经因为外形 让人员变得更好了 也有4成3的人因为太丑 在过去曾经在求职的时候 因此不被录用 曾经因为这样子碰壁 所以先前其实也有调查报告说 其实企业平均只花34秒的时间 就会决定一份履历表的去留 所以有时候我们履历表上面 这个照片到底长相怎么样 真的非常的重要 更有高达5成的企业 其实只给20秒的时间 就决定一份履历表 到底要留还是不留 甚至企业在面试的时候 平均19分钟之内 就是会决定要不要淘汰这一名求职者 所以第一印象其实非常的重要的 难道上班族的竞争力 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美丽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大师 新圆满头顾总监孙庆楼 大家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员许盛梅 大家好 还有医美业者饶自强 大家好 观众们大家好 材专家黄世聪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到美国第一夫人蜜雪儿 在最近大家说她变得更美丽了 因为她剪了这个刘海 有人说甚至是比打这个肉毒杆菌 更有回春的效果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道 医生红礼服搭配新刘海 美国第一夫人蜜雪儿 抢进风头 新发型不只有话题 看起来也更年轻 就有英国发型师认为 剪刘海比打肉毒杆菌 更有回春效果 而且不用担心 后一阵 她这样没有刘海 其实你看她这样分的时候 她这边的区块 就是整个都会露出来 而且这样她的 如果你看她只要稍微往下一波 她其实脸就会有 立刻缩小的感觉 实际请设计师示范 还没剪刘海前露出一大片额头 看起来比较成熟 一刀一刀修出刘海后 其美高度不只修饰脸型 多了刘海 感觉也比较年轻可爱 抬头纹 鱼尾纹 甚至也能巧妙遮掉 写刘海是看起来 会比较成熟一点点 那其刘海 其实可以让人家变成比较可爱 有没有刘海做比较 美国第一服务人蜜雪儿 剪了刘海感觉更亮丽 台湾演艺圈艺人 也来动刀换造型 像是艺人小S最近就剪了刘海 还有李玉芬过去也曾经剪刘海 视觉上五官更集中 发行师认为 刘海能够修饰脸型 确实是变年轻的好方法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还是要看脸型和法治而定 TV的新闻 陈远黄婷 台北报道 好 美国第一夫人蜜雪儿 剪了刘海 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 连美国的第一夫人 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形象 其实一般人都是从 大家也不是说 剪了刘海都会变年轻 要到底怎么样让自己变年轻 因为现在真的是变美丽 变年轻才有竞争力 对我们常说这个人不可貌相 或者是说不要以貌取人 这些老一辈都这样告诫我们 但是现实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好像不是这样一回事 像我们举一个例子 像如果你是大学女生 比如说如果你没有长得很漂亮的话 假设你长得很漂亮的话 你暑假可以去当showgirl 对不对 甚至外拍模特 但是如果你长得不够漂亮 可能你就只能到7-11去打工 7-11去打工你的时薪只有109块 但是你去当外拍模特 可能一个小时就有一两万块的进账 都有可能 所以你说外貌到底重不重要 就连说政治人物都知道 外貌非常重要 我们看到说世界各国 很多国家的政治首脑 他们都是很喜欢去整形 把自己变得更漂亮 因为现在有电视的关系 经过电视的传播 大家都觉得说外表真的越来越重要 我们想说难道在工作上面 也是这个样子吗 根据这个111这个人力银行的调查 他说有大概5成7的人愿意为了让外表变得更美 而且他们认为说外表变美真的收入会上升 这个就是几个例子 画上等号 对画上等号 这是几个例子 第一个这个女生叫Jana 她是以前有点大饼脸的样子 牙齿有点爆牙 结果她花了13万块去做这个整形 结果整形之后 她的这个月薪成长了5倍 投资13万 结果回收的成果是月薪成长5倍 这样的状况 另外这个贾小姐她也是一样 她以前就是不化妆上班 结果她在化妆上班之后 因为她在这个饮料店里面上班 结果化妆之后因为变美了 人都变漂亮了 很多这些什么少男少女都来看她 所以她的这个业绩 提高了5成左右这样的状况 那一般人会怎么样来变美呢 所以大家想到 第一个一定就是买衣服 买个好的衣服 再来第二个就是去整 去剪个头发 第三就是减肥 再来就是整形 所以现在很多人 尤其这阵子紧接的就是过年 过年的话大家都开始要去整形 因为这次九天连续假期 对 没有错 刚好这复原期会比较差 对 而且可以整一整之后 你看所以今天志强来到现场 他们的医院应该会 这个接下来业绩应该说会非常好 对 有九成的人认为说外型出色 有助于她的求职的状况 而且有六成三的人 六成的人因为说 外型美会让她的人员变好 不但是这个上司更赏识你 连同事都更喜欢你 所以你要不要整 当然要整嘛对不对 而且有四成三的人 因为太丑 而不被录用 你看这是一个多大的打击 对 因为这样子求职碰壁 对 就这样子 像这是一个例子 一个大事生 她说她在整形之前 面试了近百次 都落选 被人家讥笑说 她好像个卑女一样的状况 可能平常没有打扮 结果后来整形 微整形了之后 工作机会增加 案子都增加了 她本来一个礼拜 可能只有一个案子 她现在变成是应接不暇 有一天 一个礼拜 可能有五六个案子 月薪也大幅的扬升起来 另外一个这个 医学客服的咨询师 她又说 她面试的时候被这个主管刁难说 你长得这个样子 我怎么去吸引客户 人家愿意上门 你都没有说服力 人家怎么愿意 对不对 那个主管还嘲讽他说 到其他诊所 你也拿不到好的薪水 你看这么多例子 你当然会觉得说 这个外表真的这么重要吗 事实上外表是什么东西 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 不认识他说 这是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通常人 七秒之内就决定了 我喜不喜欢这个人 这是人的心态 人的心理 所以这个真的是外表 真的非常重要 而且是在求职方面 像这个有一个统计数据 是企业平均只花34秒 来决定这个履历的去留 因为履历表上面都会有照片 对 而且50%甚至只给20秒 事实上没有那么多 我跟妳讲 那去看一看如果我OK 就直接报告 因为现在都是这个电子的履历表 对不对 像我之前也interview过很多这个同仁 你直接先看照片筛选吗 没有没有 我们还是会先看他的条件 只是说这样看条件的过程中 如果有看到美女或帅哥 我们会停下来 对我们是很 我们会很希望 内心会很希望说 他符合这个资格 他符合这个资格 结果没有符合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会把他挑下来 会让他来 先留校查看一下 会 因为我们可能这次要录取 可能要面试20个人对不对 如果有18 只有挑到18个人 那就会把那两位再叫进来 对 甚至说如果真的 小幅超过一点也没关系 让他们再来试试看 希望说来interview的时候 他们会有突出的表现 甚至一期之间就符合这个资格 这是更好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企业的心态里面 他们也会希望是这样 尤其是在很多行业 服务业更是这样 像我有个同学他在公关业上班 公关业他其实处理的就是 人与人之间的事情 他其实就是要跟人应对进退 他其实面对的就是人很多人 所以他们公司都要求说 你一定要长得很体面 要穿得很漂亮这个样子 像很多会计师事务署也是一样 他就要求你 要你自己要打理好 不然你怎么让客户信任你呢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所以企业在面试的时候 也只有花19分钟来决定说 你会不会淘汰这个求职者 所以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第一项真的非常重要 长得美丑真的会有一点点影响 尤其是现在竞争这么大的环境里 你说来interview的谁没有实力 大家都很有实力 你是刘美他刘英他刘发 有的还一口气刘了三个国家 他会讲八个国家的语言 对啊 你凭什么赢人家 大家条件都一致的时候 如果你长得比较好看一点 或是比较有人缘 是不是就占了优势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才说 虽然说身体法夫受制不敢毁伤 但是我相信这个过年期间 还是很多人会去整形 好 虽然我们还是要强调 我们并不是说叫人家以貌取人 我们还是要说这个外表 并不是最重要 但是有时候真的 现在很多的企业 其实就跟侍聪呢 这个想法是一样 就是外贸协会 难免尤其是有一些像是服务业 你必须要经常跟人接触的行业 难免呢 大家就会觉得说 好像你的这个外表的确 如果说长得还不错 就可以替你加分 这职场上真的影响还会蛮大的 真的是这样子 其实全球所有的产业 它就是一个吸金的产业 金是两个金 一个是地球黄金线的金 对不对 吸金的产业 另外一个金就是眼睛的金嘛 你即使是做网路的工作 你也要吸引它的目光 所以绝对是吸金的产业 刚刚已经提到 我们不是强调人只是以貌取胜 不是这样 而是你要怎么样 让自己的外貌看起来很顺眼 但是请注意 把外贸弄得很顺眼 要跟你的工作有关系 你明明就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产业 整得又很美艳 这样就不对了 我就讲一个故事很有趣 来 乐基尔 大家对这个乐基尔的意向 恐怕就是黎明的前妻 是一个很有名的模特 可是他的故事有趣是在于 他在美国生长的 在那边求学 所以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就把自己的A罩杯整成了大概D罩杯 OK啊 这是他的自由嘛 身心成熟可以这样做 当他回到香港开始工作的时候 这个D罩杯就变成了他一个障碍了 我们要消除这个怨念 为什么呢 这个障碍是因为 他的工作每天要走伸展台 各位在生长台上的模特 几乎都是A罩杯 你不能让自己有一个D罩杯 因为第一 那个观众的目光 只会看到胸部的位置 会忘记你穿什么衣服 这就不行了 厂商不喜欢 第二那不符合人体工学 所有的新的衣服 新的设计师 他都希望你是平胸的 是一个衣架子的方式 所以很多模特 我们的衣架子上面 不会有两个胸部吧 是不是 好为了工作 我就把我这个胸部 又变回成A 所以这是他自己公开讲的 对 所以香港媒体就形容 他是拆弹专家 也很好 他现在在香港 在台湾 在大陆 他都是非常有名的模特 而且是A咖级的模特 那因为工作 所以胸部就一下A 一下D 那也可以 我们尊重他 而且也挺美的 那我分享一下我个人好了 因为我不是特别 希望大家整到极端 但是适度的整也是OK啦 这是我 那这个是25岁的我 这个这个 不要倒过来了 大家都以为这个是45岁 抱着小baby 那是25岁 这个小baby今年23岁了 所以差不多 对 差不多 20几岁了 然后这个是25岁的我 这个是45岁的我 我以前是A 我以前是A 而且我问制作单位 如果我现在是这个样子 你们大概就不会找我来上节目 我没有办法吸睛 对不对 那观众可能看到 哎呦呦呦这个欧巴桑是谁 我再三强调 我不是以美貌这样作为主题 其实你把自己弄得顺眼一点 其实对工作对人员是有帮助的 好就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人力网站的调查 大家都觉得说你有时候呢 让自己的外表让大家看起来更顺眼的话 其实在你求职的时候 是有这个加分的一个效果 但是呢我们一般来看 到底如果说这个要调整一下的话 是哪一些部位呢 我们以将近韩国嘛 我们以韩国的例子来看 其实大家想要整形 很多人就会想到这个韩国 我们看到呢 韩国想要动刀的身体部位排名 第一名眼睛 很多人会去割双眼皮 让双眼看起来是更加炯炯有神 这个比例高达有6成 牙齿的部位呢是有5成5 再来呢则是龙鼻4成8 还有皮肤上面 让皮肤的状况看起来更好呢 也有4成5 其他像是下巴还有脸部的轮廓呢 有3成7 不过我们提到这个眼睛之外 再来这个牙齿哦 其实庆龙 好像你自己也曾经 在牙齿的部分有矫正过 我矫正过牙齿 其实我当初会想要矫正牙齿 是因为我小时候一直给外 就是给外人的那种印象 就像是忧郁小生 因为我小时候听了歌 都像听王杰那种一场游戏 一场梦 忘了你忘了我 但是啊 但是长大之后啊 我会让想要自己 让自己更快乐一点 看起来要更阳光一点 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 那我从外表中 如果能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那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吗 所以后来我在当兵的时候 因为当兵那个阶段 其实对外表 其实没有那么重视啦 所以应该不会那么care 所以我就利用当兵的那个 空档的时间 让自己去矫正牙齿 所以现在我觉得矫正过后 其实的确啦 我觉得会让自己 看起来更阳光一点 让你露出一个这个 灿烂的笑容 那个 那个 整体来讲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 有一些帮助的效果 因为其实我后来 我当完兵之后 出来找工作 的确一直都还蛮顺利的 在金融工作 一直没一份工作 没一份工作 其实几乎我只要去参加面试 最后都能够录取啦 这是我一直以来蛮顺利的地方 不过庆龙你也曾经像是冲一样 有面试过一些新人啦 对对对 我们最近我们公司 像有在征研究员嘛 所以我们其实我就有在当那个面试官 那其实我在面试的过程中 的确外表是还蛮重要 它是给人家第一印象 但是那个重要只在于第一印象而已 所以我们还是得必须去 得看那个求职者的一些学经历 那我们以我这一两个礼拜 我在面试新年的过程中 其实我发现很多的面试者 当然第一个外表很干干净净的 这个才有办法有机会来参加面试嘛 第二个学经历 现在的年轻人的学经历都非常的好 但是最后我们录取到的啊 其实并不是学经历最优的喔 而是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只看外表 开始看到内心的东西 内心是什么 看到他对这份工作有没有热忱 像我们曾研究员 我们会去了解他在大学的时候 他参加了团 他参加一些社团活动 他是不是有参加过一些证券投资的一些课程啊 那外表呢 外表就干干净净的 只要干干净净看起来顺眼就好了 顺眼就可以了 对啊 所以我们这样整体来看 其实外表是给人家第一印象 但是你真正能录取的最后的关键 是在于你对这份工作的态度 跟对这份工作的热忱 这才决定你我们最后能够录取的一个标准 所以这个外表如果说长得比较好看 也许一开始的确会占一些优势哦 但是如果之后的一个表现 还是得要看实力了 不过大家都求职的时候 都希望说自己是漂亮嘛 但是在过去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例子哦 就是长得太好看了 没有想到呢 还因为这样被公司给fire 所以我再三提醒各位上班族 这是一个迷思 你不要说那个艺人长得很好看 你就去整得像那个艺人 立刻回来就被开除了 为什么 请注意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那这很有名的案例是 这一家国际银行 她的这个行员 33岁一个单亲妈妈 她提出控诉是说 因为她太性感了 她的主管就告诉她说 你会让其他 来这三位男士 没有办法专心工作 所以你看我今天穿得很防守 对不对 我是有公德心的 对不对 所以她的主管就认为她 这样没有职业道德 不专业 你把自己整成这样子 其他同事不够专心 不过我们这位女主角 我真的要奉劝 你也要想清楚 因为她做过三次整形手术 她的胸部整过 抽纸也抽过 脸也整过 她其实她说 她想要当花花公子的那个 有没有 封面女郎 如果你的志向跟你的兴趣 是要当花花公子的封面女郎 你在这一家这么大型的 这个银行去上班 当然你的老板 就会看你不顺眼 是不是 因为你干扰了其他的人 尤其如果穿得太性感 裙子太短 其他的同事 光走路走出去都会跌倒了 影响战力好吗 听说她最近已经找到新工作了 是另外一家银行 那家银行的老板 第一希望你穿得保守一点 第二请你不要大嘴巴 你别再对记者说任何话了 拜托你 因为你毕竟是在银行工作 对 因为她可能置不在此 当然说她的穿着 可能跟她的工作 就比较没有办法 match在一起 我们来看到的是 说到这个整形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外表变好看 希望在找工作的时候可以加分 尤其我们看到 以去年 这个青年失业率来讲 高达将近13% 12.66% 这是史上的第三高 所以很多的年轻人都觉得说 如果说我稍微去瞧一下的话 会不会让我在求职的时候 更加的顺利呢 所以我们来看到 其实以下的微整形来讲 似乎是年轻族群的最爱 其中这个接睫毛微整形的年龄层统计 我们看到 18到24岁就有50% 15到44岁四成 那么到了45岁以上 只剩下一成而已了 所以感觉上 志强来你们诊所整形的 是不是越年轻越喜欢整形 现在这个趋势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 他的观念跟想法是跟我们不一样的 是有很大的落差跟代沟了 所以其实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说 我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说 有一个大概18岁多的 刚刚满18岁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女生 刚成年来到我们的诊所 他长得漂亮漂亮 他很高 他172公分 他就跟院长讲说我不满意 院长说你要整什么 他说我要整胸部 我们吓了一跳 说你长得那么漂亮 他说不行 在同学中 在大学的同侪当中 我是弱势的族群 他说为什么 弱势族群 对他问他 因为所有的目光的焦点 都没有摆在我的身上 当然这个是有根据数据 为什么最近有一个统计数据出来了 说了就是说官方的说法 说大部分的男生 第一眼看哪里 80%以上都先看你的上围 不到25% 不是看脸蛋 不到20%才看脸蛋 所以我发现我是另外15% 看别的地方 我们三个是一股轻流 我们三个是一股轻流 看哪里 所以这个数据跟这个资料 是非常的有贡献力 为什么 因为他调查了四五千个男性 不同国家 所以表示什么 表示你的外形跟外在 还是有很多的重点 我们先简单讲了 中国大陆第一名整形最高的就是什么 就是胸部的整形 其实鼻子整形 再来才是微整形这些东西 天天不滚的东西 好 现在年轻人 我就问过年轻人 我说你为什么要整形呢 这么年轻 你还有很多发育的空间 你不要先把它破坏掉 他说不对 我要及时要做很多的处理 为什么 第一个 你看漂亮的小姐 身材好的同学 每天中餐 有人买便当给她吃 还要好喝的饮料 我就干凳一点 就第一个很大的吃亏 说穿了还是男人的问题 第二个重点 我们讲的很现实的 很多的公司跟很多的主管 都是外贸协会的人 这是很正常 所以当你今天的面貌 跟你的容貌 比较吃亏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常常会在面试 当成什么 零入取率的失败族 当你诊完之后 就刚刚侍聪讲了 可能马上摇身一遍 可能入取率高达五层六层七层 你可能每个主管看到你 可能第一个不要30秒 可能一秒钟就定生死 你可能可以入取 为什么 因为你的形象一态 跟你的魅眼非常地妩媚 在我主管心中 这个落下深深的印记 所以这个都是外面一般 现在年轻人最崇尚的东西 好 我们看看为什么 年轻层下降 他不是只有为了工作 为了同才间 为了男生 男女间 不是只有女生的专利 现在男生也风整形 现在男孩子连一点点的疤痕 连一点凹动 连一点戏文都非常的注意 以为现在女主管也不少 对 所以 所以延伸现在除了这个工作之外 还有自信 还有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 充分地发挥我的魅力 很多人男男女女在追 很多的好姻缘 很多的好人员 而且大家都喜欢跟面貌好 身材好的人 就冲在一堆 挤在一起 像我都很喜欢挤在盛美姐姐旁边 不过这个自信心也是很重要 虽然外表 但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信 还是很重要 不过志祥你今天也有带来一些道具 所以现在因为外科技之次 所以我们看第一名就是整形 就是现在就是这个 融武的填充物 这个填充物跟一般的不一样了 现在进化到里面是GEL 就是果冻 所以它叫做果冻细胶 果冻细胶的好处呢 就是说把它摸起来触感 跟你真实身上的触感是一样 那这个是有CC素 智宗要帮我们品味一下 它会随着你的身形做改变 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几乎可以融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你倒着躺着倒立了 或正转 侧转 这你讲好像怪怪我来讲 因为我身体也是装了这个 其实美容的科技越来越进步了 过去的这个整形 你躺下去就跟山一样非常不自然 你一诊全办公室同时都知道那假的 因为都不会动 可是现在新的 第一比较不会疼痛 第二这非常自然 真的看不出来 感觉就是妈妈制造的 很多的入门都是从微整形开始 我们讲的玻尿酸 或者现在新的Valuma 或者是肉毒感菌 这种东西基本上就是 一般爱美的男女的入门 这个东西第一个便宜 第二个上班族都可以做 上班族通常的比例预算 大概是2万块左右 他先入门 而且他也不用动刀 所以他可以根据你的需要 你的凹洞填补 或你哪边不需要的地方 把它瘦小 或者是你甚至像 盛美姐工作人员 这么有名 有点小小 几公里的这个细纹 他不要做这个填补 要强调 就是其实外表 虽然这个很重要 但是其实自信心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看到有些人说 那如果说现在整形的 这个商机这么大 很多年轻人都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 或者是让自己变得更有魅力 去做这个整形的话 那么以后呢 这个神一都分辨不出来 谁是谁啊 到底有没有整呢 不过现在也有这个广告 用了这个idea 就是说其实看小孩就知道 到底有没有整形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道 一家子和乐融融拍全家服 夫妻俩带着三个孩子 笑得开心 剖图先卖关子 要大家来找茬 隔天再推另一张 同样照片上头多了两行字 写着要担心的是 该如何跟孩子解释 这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 看不懂 看得出来 爸妈都有整形过啊 对啊 哪里看得出来 因为就是小孩子 他们是他们原版的 原来是整形诊所推新广告 比比照片里的父亲 脸型常见 儿子的很不一样 圆润有肉 看更仔细点 老爸眉毛浓密有形 儿子的却是稀疏的 快看不见 深邃双眼皮对上咪咪 下垂单凤眼 挺鼻子对比他鼻子 实在看不出是父子 旁边妈妈对女儿 瓜子脸对圆脸 同龄眼对戏长眼 鼻子差更多 妈妈鼻梁挺 女儿朝天鼻 广告商搞幽默 凸显对比 没想到一泡文 骂声连连 回复说这一点都不好笑 很低俗 话说的更重的 还痛批着 是歧视 我觉得是有点伤人 都怎么样 我觉得不会怎么样 反正就是 老爸老妈给我这样 感觉戴眼皮 就比较不好看 广告商表示 三位小孩 都是千条万选 找来的model 拍整形广告 事先都知情 特别去挑选 跟父母亲 不太一样特质的点 去做一个 比较差异性大的表现 韩国明星 惊喜善生孩子之后 马上被质疑 母女长相 差很大 网友说 妈妈大眼睛 小孩却是单成一条缝 大小差太多 说是妈妈整形 小孩圆形露线 但有粉丝护主 说女儿应该是想爸爸 换个角度看 眼睛确实有变大 但要说像不像 很主观 整形诊所 凭吸睛 强打爸妈带小孩 想凸显效果 却引爆争议 TV片新闻 综合报道 现在广告真的很有梗 不过之前其实中国大陆也发生过 就是这个丈夫因为小孩生下来 根本就不像夫妻两个人 原来是老婆整形 她肃请离婚成功 对 她告她老婆说 她欺骗她 她在婚前没有充分的告知她说 她去整形的状况 当然事实上现在整形商机这么的高 当然很多业者就绞尽脑汁 推出各式各样的广告 像这个广告就是非常 在网路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广告 我们现在看这个中间这个男主角 哇 长得真的是 非常帅的一个帅气 你看头发这个都整理得非常好 眼睛 眉毛这个都非常的好 浓眉大眼 对 鼻子也是非常 长得跟金城武很像 就是很帅的一个脸庞 那她旁边这位女主角也是一样 你看她有模特的身材 当然这个车头 刚才这个志祥哥说到 我们一直会很注意的这个地方 也是非常的好 然后包括说像她这个 整个长相是名谋好词 然后什么 你能想到的什么成鱼落叶 形容词都可以用在她头上 但是事实上她们两个生出来的 这个所谓的小孩子 你看 确实跟她落差非常的大 大家看到这些 哇 这个朝天鼻 然后丹凤眼 然后嘴巴也是这样 翘翘的这样这个样子 然后脸型完全不一样 像这个妈妈是 这个所谓的瓜子脸 那女儿就没有出现这样的瓜子脸 当然就这个是一个广告 一个哭手的广告 她就说其实 其实她们两个都是整形了之后 但是因为基因没办法整形 所以她们生下来的小孩子 还是这个样子 出现这个样子的局面 但是这是一个广告 一个哭手的广告 但是我在这边 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句话 就是说 林肯她说过一句话 40岁以前 我们是要为自己的容貌 这个没办法为自己的容貌负责 但是40岁之后 要为自己的容貌负责 所以事实上自信心还是非常重要 就是怎么去让自己活得更快乐 也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整形 其实就是为了自信心 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还有很多广告 也是非常有趣 像这个是销鼓前 这是很像是一个马铃薯的状况 整形犬 整形后变成是一个瘦瘦的薯条 对 恢复这个薯条的原貌 这个也是一样 有拉皮的时候就是 有拉皮就是这个样子 没拉皮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也是一个非常有趣 这是没有拉皮 没有拉皮像是沙皮口 拉的时候变这样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些 很有趣的广告 但是这个也是一样 你看整形犬了之后 你这个可能爱人给你的钻石是 有钻喔 只是要拿放大金盘而已 对 零点几克啦 你一有整形之后 你这个可能就不一样 还有一个广告也是一样 它说 那个没有整形前是手是空的 整形之后 哇 马上就多了一颗钻戒 对不对 也是一样的局面 那这个也是一样 这是很有趣 就是它原本是一个平的 一个这个 一个 一张纸 然后它说你可以突 用这个手指头突进去 它就变成是胸部突出来 这个感觉 这是说这个整形业者跟你讲说 我立刻在这边整形的这些条 这些这个 有趣的这个海报 这样子的状况 对 其实这些业者能够 就是比 就是推出这么有趣的广告 其实最主要是 这几年国内的一些消费者 开始对整形的接受度比较高 那台湾啊 台湾本身虽然的市场规模很小 但是啊 我们台湾发展医疗美容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因为最主要是我们的技术 其实是媲美国际的水准 大家总觉得想到 就是想到那种所谓的医美的国家 第一个想到是韩国嘛 但是你们知道吗 其实每三个韩国的整形医生 就有一个曾经来过台湾的医院 大型医院受训 所以台湾的技术是非常好的 不输给韩国的 而且我们技术其实不只输给韩国 不只不输给韩国 甚至我们还媲美一些国际的水准 甚至我们台湾的医美的一个 所谓的价格都非常的便宜 像同一个疗程啊 比如说以雷射光料来讲 韩国的价格就比台湾贵 1.5倍到1.8倍 日本的价格又比台湾贵两倍 中国大陆就是医美的水准不高 但是它还是比台湾贵 所以台湾在发展医疗美容 的确是一个非常好 因为我们是小国短袜的一个市场 所以去年的时候 年初行政院 他就同意开放中国大陆的观光客 可以用医美见证的一个名义 来台湾旅行观光 其实这个可以带动 我们这个市场的一个蓬勃的发展 预估整体来讲 一年至少创造出30亿以上的商机 一年就有30亿以上的商机 那个其实整体来讲 其实会让整个台湾的产业中 出现一个不一样的变貌 不过来台湾如果整形的话 那出境的时候怎么办 对 会有这个笑话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是整团去整 我先讲一下 就是在首尔江南区 那个霞欧亭我去过 我跟台湾的整形医生 去那边有个医学会议 整条街都是整形诊所 但它旁边都有一些 像五星级饭店的地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些人去那边整形 需要三天两夜 他要休息的大抽纸或消果 那里满街都是木乃伊 因为每一个都包起来 包起来就还相互交流 因为我们是整团的人 还相互聊 而且远到从台湾去也好 从大陆去也好 我们总要整得大一点 可是刚刚平玉讲了 我们回去的时候怎么办 我骨头削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我骨头削了 眼睛变大了 我眼睛变大了 对不对 好 变成埃杰利辣求利了是不是 那我回去到了海关 你知道海关一看就说 你偷渡客喔 明明不是你嘛 明明不是你 你怎么解释 你说我去整形 怎么看呢 这个差太多这是两个人 常常到韩国整形 会有这个问题 变成两个人 哦 所以也有人说 如果要担心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你要多带几个证件 就是去证明 这敌敌全是我 证件多带几份 慢慢会改暗指纹了啦 要暗指纹 改暗指纹 卷益身份哦 不过我们看到 这个其实不只是韩国 其实台湾现在这个整形的商机 也越来越大咯 那么它后续还会引发 什么样的一个效应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好 我们说呢 根据人力银行网站的这个调查呢 就是九成以上的上班族 他们都认为说 其实这个外表 对于你在求职 是非常的重要的 而我们一般人如果想到这个整形的话 其实很多人都会想到是韩国 但是如果以价格来比的话 其实同样哦 像是割双眼皮的手术 台湾就比韩国还便宜 龙鼻的话也是便宜非常多 韩国呢 要这个十到十三万 那么台湾的大概三到九万 十万块钱之内就搞定了 抽脂龙卤跟肉毒感菌 也都是这样子哦 其实台湾的这个整形的价格呢 并不会比南韩还贵 而且呢 在刚刚这个庆龙也提到 我们的技术其实也并不会输给韩国的 但是我们提到韩国 它其实这个整形 已经这个行之有年了 我们来看到以1960年代 当时南韩报纸上有一个整形广告 距离现在已经有四五十年的时间了 所以我们看到呢 因为距离这么久 当时其实他们还有使用这个汉字 就是写着整形外科 那时候呢 这个整形前整形后还是用画的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小眼睛 而且鼻子歪歪的 嘴巴也歪到另外一边 那么整形之后呢 就变成一个美女了 所以这个韩国真的整形 已经历史悠久了 可是每个地区整形 它有它流行的潮流 像台湾大概就是割个双眼皮 把鼻子稍垫高一点下巴 但是在韩国必备款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肖骨 因为她走在路上 每一个没有做过整形的韩国人 她的骨这边比较宽 所以她肖骨的手术 其实是做得非常好的 但是前阵他们有一个节目 很有趣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美眉呢 因为她的下巴 这个特征太明显了 我们就说这是厚道 厚道美眉 但一般我们台湾人会觉得厚道也不错 厉害 可是各位 如果这样来做你们的同事 三位帅哥你们会不会抢房笑她 你们会嘛 一定会在那个厚道妹 帮我买个咖啡之类的 你会觉得她好欺负 这个美眉呢 她的天生的志愿就是 我一定要变脸 所以她做了很多的大型的手术 包括削骨啦 那个双眼皮啦 鼻子也变了 为什么她的鼻子有点朝天鼻 结果整完之后 我的天啊 这个美眉原先的脸完全不见了 变成了一个我们韩国的性感女神 就是金泰熙 有没有在这里给大家看金泰熙 她是金泰熙 来这个女生叫许义恩嘛 就是我刚刚说整形的那个 那个厚道妹 请问厚道在哪里 不见了 这有点像我们那个游戏里面 叫砍掉重练有没有 是这样子 整个就是两个人 那很像金泰熙 哇 大家就选她当第一名 变脸的第一名 这个将来都会有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那张照片 她的小孩万一又是一个后道妹 她在带她小孩一起再去瞧一下 你要不要跟你先生说清楚 可能会比较好 那么先生会告你诈欺 现在的纠纷都来自这里 所以韩国他们整形刑之有年 听说很多爸妈他们也不会演 就是小时候他们就开始想说 以后我的小孩长大 我要带她去整形 韩国还有所谓这个整形三姐妹 真的是整形整上瘾 整一次都不够 这个是韩国非常有名的 讲到这个其实不光是韩国 这个台湾市场也是一样 当你不幸沉沦 不幸沉迷到整形 有时候你跨到这个市场之后 很多的业者跟医生 都会窃窃窒息 因为你已经上瘾了 所以上瘾之后 你会这边整完之后 那边不满意 那边整完之后这边又不满意 这边整完之后又掉下来 所以就会重复的消费 就会一直在做 其实这个会有瘾 好 所以不但整形会上瘾 而且会有很多恐怖叫做中毒 我们现在讲就是说 这个韩国最有名的 这三位中毒姐妹花 她是怎么中毒呢 她从年纪开始立志 三姐妹就要同进同出 她们不但是为了整形 没有米买 没有米 没有饭吃 没有关系 我就整天吃泡面 然后大家一起来计划 然后来存钱 好 存钱的模式怎么样 大家赚钱嘛 好 赚完钱之后 姐姐 你先做 赚完之后我再做 赚完之后肥蕙你在做 我们轮流来做 好 居然一年高达100多次的整形 所以刚才讲的 就像标会一样 这次我们就是会标一标给你去做 下次再标一标给谁去做 就像西毒一样 好 整到方面来 结果连整形院长都 拜托来 你标再来 我看他都吓死了 连院长看他都吓死了 或是说 这三位姐妹花 居然是我们整所最常进出的客人 所以这很异谱 更可怕是什么 更可怕是他妈妈哭着跟他讲 别再贱了 拜托了 不要再整了 我连你原来的样子 我都快扔不出来了 所以中毒中毒到这么深 但是如果今天 如果你把他整得非常漂亮 非常好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他可能人生是从黑白变彩色 他可能一片光明非常好 而且很有人缘 这也倒不是一个好机会 好 不过我们说到这个整形 整上瘾 倒不是只有一般的民众 其实是因为各国很多的领导人 我们看到他们其实也都有整形 而且很多也是公开承认的 其实我们来看到 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 有人说他为了 因为他很年轻 不到30岁就继位 所以有人说 他为了要树立自己的威信 他六次整形 当然他自己本人是不承认的 但是我们来看到 是前南韩总统鲁武炫 他其实也是乐当南韩整容的带头人 他是有公开承认他整形的 另外利比亚狂人 我们看到格达费 他其实也是有整形 而且他最想要变回28岁 不过显然看起来是失败 还有来看到美国的前总统布希 他其实当初脸上也是有一些斑点 那么有传说 他后来这个斑点也不见了 也有整掉了 以及前意大利的总理贝鲁斯科尼 其实他也认为说 这个政治人物 政治家本来 这个整形 本来他就有义务 让民众看起来觉得 他很英俊很舒服 所以这个整形 全世界各国的元首也都很流行 对 我们看到贝鲁斯科尼 事实上他已经70几岁 但是你仔细去看 他那个脸根本就不像是70几岁的样子 而且他从脸整到身体 对 他真的是看起来还是蛮帅的一个人 整套在做的 对 不过这个国际上整的最夸张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金正恩 我们先来看一下下一张CG 金正恩其实为什么要整形 因为我们知道他30岁就 不到30岁就接任了北韩的大卫 那我们年纪轻轻 又很多人基于他的位置 怎么办呢 他就想办法要整整他的爷爷金日成 那金日成是什么人 金日成是北韩的创立者 对不对 他不但是抗日 然后又创立了北韩之后 在北韩在领导之下 曾经经济有一度还超越南韩 所以北韩者非常的崇拜这个金日成 尊称他是他们的太阳神 太阳神的地位 所以他是有一个神话的这个角色 那当然紧接着是金正日 金正日也美化他自己 他叫做光明星 对不对 光明星 我们知道这个光明星火箭就是这个由来 那这个金正恩他什么 他没有一个绰号 但是没办法 他幸好现在有整形技术 所以他想办法整得像他爷爷 听说他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是长这个样子 还比较好看 对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 长得就跟现在很明显不一样 脸型都不太一样 连鼻子都不太一样 嘴型也不太一样 其实年轻的时候嘴唇还蛮厚的 后来有点嘴唇就变得比较薄 他还哭熟他说像是那个人造人 对啊 你看起来很有趣 对啊 你看他现在整形的样子 跟金日成真的有几分神 对而且他不只是外表像 他连这个说话的表情 或者说连这个举此神态 处处就模仿金日成 那就有人爆料说 他其实经过这样的历程 整到这个样子 一共是经过六次的整形 当然北韩当局就说没有 他没有整形 这是因为隔代遗传 但是我觉得照这个样子看起来 应该是有整形才对 因为很明显的这个出现这些改变 让他自己看起来是更有这个权威 不过我们再回到上一张 其实说到这个全世界呢 曾经想要整形或是真的去做整形的 还有包括这个前利比亚 利比亚狂人格达肺 他当初也想要说 我把自己整得年轻一点 可不可以变回28岁 而且听说这个希特勒 他自己也很喜欢整形 他喜欢整鼻子啊 对 你看这个格达肺 所以我们通常在媒体前看到他什么 他旁边都跟着什么 跟着保镖 唯一的保镖跟全世界不一样是什么 他保镖就是妙龄的美少女 身材非常好 而且他绝对不是叙利亚人 他绝对是巴西人 俄罗斯人 或者是什么金头发的 就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看他身边都跟一些年轻貌美的人 所以他讲说他就是 始终要保持28岁这个年龄 要维持他的状态在最巅峰的期间 所以这个狂人利比亚 这个格达肺 他之前为了这个心愿之后 他特别从巴西引进了几个整形外科 很高 高深高强的医生来 专门帮他来做整形 他整脸部跟他的头发 直发 而且为什么 因为他树敌太多了 国内也太多敌人 他在整形的时候跟医生讲 我不怕痛 你不要给我全身麻醉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怕全身麻醉之后 我会被暗杀 那不行 所以他不但在整形过程中 他忍得痛做局部麻醉之外 他孩子们还跟他的幕僚 还跟他同行的医生嘻嘻哈玩笑 所以你看他爱美爱到这个程度 好 当然去帮他整形完之后 后面都会有一个丰厚的一个酬劳 所以大家也去就会愿意 帮他做整形 这是格达肺 好 我们这个中情局有机密说 希特刚刚斐一讲的 为什么 那个时代他为了表现他的刚毅自信 跟他的勇敢无惧的精神 日而卖民族 对 所以他就是冷派的小胡子之外 他要鼻子高 鼻子高表示我刚毅自信 希特人不高 但是我需要鼻子要不断地加高 所以在当时他就必须要一直做整形 但是重点他这个杀人不眨眼 这个独裁者他居然怕血 尤其怕人的鲜血 你看他屠杀那么多人 几百万人 几十万人 他居然怕一滴鲜血 他看着血都吓死我他在做噩梦 但是他觉得这个很奇怪 他有特别的这个 除了整鼻子之外 他连孔雀他喜欢养宠物 所以他有一个动物园 居然他杀人不眨眼 但是他孔雀一直死掉之后 他哭好几天 所以这个很奇怪 铁汉柔情嘛 好 我们来看到 连世界元首都会整形 而且刚刚其实这个自强哥 在上一段的时候也有提到 其实现在很多人 根据这个调查 认为说很多的男性 看人的第一印象 看女生的第一印象 看的是哪里呢 看的是胸部 但是奇怪的是 这50年以来 根据调查 这个全世界女性的胸部 是大了三倍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如果说这个找工作 第一印象很重要的话 那么对于男性来讲 他如果看到一个女生 他第一眼会先看哪里 我们看到根据调查 47%男性初次见面 他会先瞄女性的胸部 只有不到两成的男性会先看脸 而且英国女性呢 其实他们买的这个罩杯是34一 所以在这方面 其实英国女性呢 是位居冠军榜首的 而日本呢就比较小了 日本小Cup内衣 他们的销量呢 是全世界的冠军 而澳洲女性呢 他们是最佳进步奖 这50年以来 她们胸部的成长呢 是世界第一 但是我们说到呢 最勇于改善的呢 是大陆的女性 她们龙胸的手术的数量 全世界最多耶 盛美 所以有的时候女性的美 真的是因为男生的这个审美观 随时在改变 是不是 从以前的小脚 到现在的风胸 看胸部 接下来要告诉大家 几个英语教学 从A到D 为什么 我们要讲一下 就是说像中国大陆好了 30%左右是A的 30%左右是B的 但是他们都认为 C才是王道 我不知道黎玉 你觉得如何 我也觉得C是现在的王道 C这个字就很厉害了 全世界的女性 就追求这个C 为什么呢 你太大其实身材的 比例不好看 可是太小 衣服穿不出它的味道 所以C是一个 比较女性美的 每一个身材的比例 那再说到 难道一开始 大家都会看胸部吗 不可能嘛 你说50年代 60年代 不可能 那么保守的年代 所以过去在 玛丽莲梦路 那个年代 那个小蛮腰 是很流行的 现在比较不讲究小蛮腰 我想各位男士 有谁看过小蛮腰了 现在的女人的腰 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大家比较注意 真的是上围的部分 但是各位 也有一个绝美的女性 澳大利赫本 她的这个地方 瘦瘦的锁骨 怎么没有人欣赏锁骨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不适合 女性的锁骨才美 但是从60年代到70年代 或许锁骨是当道是王道 但到现在美的这个流行 是随时在改变 See OK 这才是王道 好 所以这个也有人说 其实这50年来 刚刚我们不是说澳洲女性 50年来胸部成长是世界第一吗 其实也有人说 这个胸部成长的50年以来 全世界女性都大了三倍 只是不知道说是食物的关系 还是有去稍微的瞧一下 不过如果我们说到这个瞧一下的话 有时候真的有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先前就出现过有一个模特儿 真的是不小心被这个蚊子叮咬了一下 结果她的胸部竟然爆开了 对 这个不是一个模特儿 她是一个英国的 她因为她之前得过乳癌 所以她切了乳癌之后 她装上易乳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女性同胞 可能她要去弄胸部 是因为她得了乳癌的关系 那她整个装上易乳之后 有一天她被蚊子叮咬 那她也不以为意 结果叮了之后 没想到之后竟然肿胀了四倍大 这么严重 赶快去看医生 结果原来是田冲出了问题 她要把它拿出来 再重新再去重新再整一次这样状况 另外在以色列发生过一个例子 就是说一个以色列的名模 我们知道马戏团里面 常常会有一个桥段 就是女模跟蛇在那边 两个在那边舞动的状况 然后女模通常都是穿着 比基尼的衣服 然后蛇在那边串来串去 然后她要跟这个女模 要跟蛇要做一个 亲密的接吻的动作 看起来很危险 没想到大家在看的时候 没想到这个蛇突然发狂 咬向她的胸部 大家想说完了 这个怎么办 女模完了 那就不是 女模她是打了破伤风针就OK 这只蛇死了 因为她被矽焦毒死了 被矽焦毒死 那所以咬了这个女生的这只蚊子 不知道怎么样 应该是被人打死了 信心感染 好 所以我们来看到 现在全世界当然这个整形 我们说这个商机越来越大 不过大家也说 如果整来整去的话 以后会不会 好像感觉走在路上 长相都会差不多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好 我们刚说这个找工作 对外表固然重要 但是自信心还有实力 还是最重要的 而且大家也会担心 如果说像韩国这样 通通跑去整形 怎么每个明星看起来都好像 其实你看金太熙 我光用金太熙来讲好不好 她可以像谁 其实宋慧桥跟她的样子很像啊 有没有 为什么 苹果肌 大大的眼睛 有没有 尖下巴 这是标准配备 好 你看少女时代 润娥 杰西卡 全部都是一样的样子 撞眼撞来撞去 你再看我们台湾 孙芸芸 绝对都是很多 去整形的女生的范本 但是孙芸芸跟Angela Baby的 样子也很像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讲 每一个朝代 都有她流行的样子 现在一定都是 这个地方要有苹果肌 林志玲的苹果肌 要有像观影的 那个下巴尖尖的 然后要有个小巧的鼻子 大大圆圆的眼睛 眼睛还有形状的 要圆 所以每一个人看过去 通通一模一样 也有一人甚至反应 他自己看到电视 他以为看到他自己 原来是别人 撞了撞了撞了 他自己都认不出来 会不会有吐石榴 因为本来就是 这个地形的关系 吐石榴 你整形微整形 它并不是万灵丹 不是绝对 因为它是强硬的 植入性的东西 它不是跟你的细胞 各方面做融合 好 我们皮膚上 皮膚上都有胶炎蛋白 就Q10嘛 Q10也会流失嘛 那如果你的生活 做起不正常 随着年龄的老化 随着这个地形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无线卫星电视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 2100操树